就是音乐公园了 然后这里呢都是很多音乐符号了 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就去群立实地公园那边逛了 因为这里也没有什么人看的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别的可看啊 哇塞现在的风好大呀 我是从中央大县那里做公交过来的 工作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有点久了 那我们先看完这里 等下呢我们再去那边的那个实地公园那边看一下 这里还有好多的这个音乐家的雕塑啊 我本来是想进去里面看一下的 不过像这里是在维修 都是用这个铁皮给维住了 我们就不去了啊 好 那我现在呢 就去群立外滩实地公园那边了 我现在进来实地公园里面呢 这里呢就是实地公园的导览图 卫星图我现在在这里 然后呢我现在就从这里 一直往这里走 我大概的逛一下这里 然后逛一下 逛个大概吧 就它的范围就是就是这么多了 就差不多逛这么多 我们就回来了 那里就松花江了 好 从这里开始走 进来到里面之后啊 在道路的两边呢 有这个红色的枫叶 看的就是那种秋天的感觉就是很浓厚的哦 因为现在是10月底了嘛 不是是10月初 我说错了 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我迷路了 大黄上看的明明是这里啊 但是这里现在有水哦 再往那边看一下 既然如此 那我现在就从这个土路走啊 土路也可以的 哇 这个角度看过去 好有那个北方的感觉哦 那种北国风光的气息好浓厚啊 这里 哇 谁不踩到里坑呢 终于走到这边来了 那里好多水啊 都是坑跟洼洼的 继续往前走 这种都是这种土路的哦 现在是三点钟了 太阳马上落山了 这边天黑了 太早了 这边四点多钟 天就黑了 我现在走到松花江边了 我看一下 怎么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呢 哦 还挺美的 不过不能去江边 只能通过这个铁丝网看的 看着吧 我果然走错路了 我说呢 怎么这一路过来一个人都没有呢 今天的风真的是太大了 我们这么慢悠悠的走过去就感受那种秋风落叶的感觉了 我现在看到那边有那个木栈道了 就是不知道从哪里走 我再看一下 不过经过我刚才想了想 要走湿地公园嘛 也不一定要去什么木栈道了 走这种路的话 才是最原始的湿地公园 才能更接近那种大自然的感觉 像这里呢 在前段时间他们种植那个玉米 不过现在被水淹了 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就从这里从这个草丛里面往那边钻 再走个七八百里就可以走到路口那边了 走到水泥路了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慢悠悠的散步 完了 走到这里没路了 我得原路返回 这才是真正的湿地公园啊 我要从那里 那里往那边挂 原路返回吧 走错了 现在呢 就从这里往那边走 走个几百米就到水泥路了 希望到前面那个路不要断了 要是像刚才在断了 现在我又得原路返回了 哦 看到前面那里有几个人了 他们也是从那边过来的 估计也是跟我一样迷路了的 看一下这边 这天怎么现在是乌云密布呢 不会是要下雨了吧 现在回到水泥路了 刚才跟他们聊了一会天 他们也是跟我一样走同样的路线迷路了 因为到那里谁也没想到 他们会用那个铁池网给拦住啊 导航 明明显示的是那个路了 我有点纳闷了 现在又回到这个水泥路了 我现在从这个小路走 这叫青云路 从这里再往那边看一会 我们就差不多结束了本期视频了 因为现在是四点钟了 再过半个小时天就黑了 加上现在是乌云密布了 这里才是有一点一点点那个湿地公园的样子 那边刚才就简直就是原石森林 继续往那边看一下 因为现在天快黑了 我们就到那里看个大概了 哇塞 这样看到那种北方的气息好浓厚啊 这里前段时间好像是发生过洪水的哦 你看这里这里的很多草啊 还有这些都是被淹没过的 青云路我们已经走完了 我们现在走的是灯云站道 哇塞好大的风 现在已经是四点钟了 天马上黑了 我们呢再看看大概了就原路返回了 再把镜头还税走给大家看一下这周边的环境 我们就往上面走了 哦上面那里有灯 好 现在回到音乐公园这边来了 那我们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呢是哈尔滨的群立外滩实地公园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